接著讓我們來看看Name to Tetris的第四週課程到底要出什麼習題 這週的課程要我們寫組合語言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頭影片剛剛我們已經介紹過 這邊是一些組合語言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把1加到10 它的指令寫法比較奇怪 前面都會有一個At 然後某個值 它的機器碼的格式 其實有一個叫C型態的指令 這就是MailAt型態的指令 它可以做運算 這些運算牽涉到三個表格 一個是COMP這個欄位 一個是DST這個欄位 一個是Jump這個欄位 那這個表格我們目前還不需要很清楚 因為我們寫的是組合語言 而不是直接寫機器碼 在後續我們學設計主義器的時候 就要反覆的看這個表格才有辦法設計出來 那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Hack CPU的指令範例 如果我今天想寫1-3-5等於等於0 go to 100s go to 200 這要怎麼寫呢 首先你要先把3寫進來 然後呢讓D 這裡其實不是3-5 這是Memory3 Memory3 減掉 Memory3減掉5 是M3-5才對 M3-5 那就是 add3 然後D等於M 這時候會取得M3的值 然後呢 接下來讓A等於5 接下來D等於D-A 這時候D就等於M3-5 OK 那M3-5如果是 要判斷它是不是100 因為現在值已經在D裡面 所以我就寫add100 然後寫D 這個D是判斷 判斷D是不是等於 等於或不等於 要看後面到底是J1Q 還是J什麼 那這邊是J1Q 所以它判斷是不是等於0 如果等於0的話 就構圖100 那接下來 就一個200 然後 我們JNP就是 直接構圖200 所以這邊等於0的話 就構圖100 否則的話呢 就構圖200 那這是 一個簡單的一個範例 那 在 這一個電腦裡面 你已經有了CPU之後 會有記憶體 那這是整個電腦的記憶體映射圖 這我們後面會再看到 那這週我們的重點是 要寫幾個組合園程式 但是這個程式呢 你必須要了解電腦的結構 第一個程式是要寫 叫feel.asm 那feel.asm 那feel.asm呢 它是要在螢幕上 顯示 顯示什麼呢 如果你有一個按鍵被按下 的話呢 就讓螢幕變成黑色的 那如果沒有任何按鍵被按下 那螢幕就還是白色的 那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些 就不過是feel.asm 這些程式 它能夠寫出這種東西嗎 可以的 其實電腦 CPU唯一能做的動作 其實就是做計算 還有把東西搬來搬去而已 那要怎麼用搬來搬去的方式 讓螢幕顯示呢 這就要牽涉到電腦架構 我們來看一下電腦 現在這一台叫做hack computer hack computer的架構 它呢 有16K的記憶體 然後有一個8K的螢幕 還有一個暫存器 就一個16位元暫存器的鍵盤的暫存器 那這些全部都是放在 從0到24576這樣的記憶體空間裡面 那我們只要把東西 就是說0101填到這一個螢幕的記憶體 它上面的點就會對應的量或暗 OK 那如果今天我們填的是暗的話 全部都填 我忘記是1是暗還是0是暗 要查一下 那就全部都填暗的話呢 那這裡就暗掉 全部都填亮的話 那這裡就亮起來 就是說全部都填黑 它就是黑 全部都填白就是白 那至於黑和白 到底對應到0還是1呢 這個我們得再查一查 那同樣的我要怎麼知道說 鍵盤有沒有東西按下呢 通常是在沒有東西按下的時候 那它這個鍵盤的暗成器就會值是0 那如果有東西被按下 那它值就不會是0 OK 所以你就只要檢查這個鍵盤的值是不是0 然後再來決定說 要不要把螢幕設成黑或白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個第一題的席題 帝有.sm 大概就可以這樣做 第二題的席題要進行兩數相乘的動作 那這個席題其實是 滿有價值的 因為在我們的hack CPU裡面 這個CPU太陽春了 它只支援加和減這些運算 它沒有支援乘 也沒有支援除 所以乘和除最後是要用軟體 寫成函數的方式去呼叫的 所以呢 當你要寫乘和除的時候 就得寫組合語言 那當你寫完一次 把這個組合語言寫完一次 你以後就互叫它就好 就不用一直再寫 那電腦就是通常是這樣 一層一層的建構出來 一旦你建構完成那個元件 你以後就可以直接用 一旦你建構完那個函數 你以後就可以直接互叫 那現在就請各位去看看內容 然後寫出這兩題細題 真的寫不出來的話 其實網路上已經有答案了 真的寫不出來 真的卡住了 也不要發呆 看看答案 但是記得看完之後 把答案丟掉 自己重新思考再寫一遍 再寫不出來 再看看答案 了解到底為什麼是這樣 看完 看懂之後 再把它丟掉 自己重新再寫一遍 OK 那我幾乎都是這樣子做學習的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你會用到 寫完之後你會用到 CPU Emulator 這一個程式 你要用這個程式 如果不會用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 CPU Emulator Tutorial 這份文件 好 接著就請各位可以去做 這一張的細題